我記得他也掉淚 我也掉淚的 他掉淚的原因是因為他告訴我說 那一兩年其實我傷他們很深 我叫鐵夫 然後今年36歲了 我自己目前是一個藝人團體 叫252KD5 從很小的時候我的門禁是森嚴的 有人找我去表演 一個歌唱比賽的開頭暖場 我們原本想要過夜 就是大家一起聚在誰的家裡 然後排一段舞 我的爸爸是不準的 吵一吵我掛他電話 因為最後一句他說 你今天不回來以後就不要回來 回到家之後我發現 我們家門上多了一個鎖 我就找了同學找了開鎖的 裝裝裝裝裝 然後結果我就摩托車騎著 就去找房子 傍晚媽媽上班回到家就哭著 打電話問我說 為什麼你搬出去 我說不是老爹不讓我回家嗎 站在他的角度是 他很怕我真的當真 就是從今以後不回家 怕我回家把東西搬走 所以他出去上班的時候 先找人裝了一個鎖 不讓我進門搬東西 所以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套家 開始 他看到我教很多小朋友跳舞 那他也看到我演出 然後也看到我很多 有禮貌的學生 因為我跟他們講話 在他們上面立正站好 老師說什麼什麼什麼 這樣好不好 他們就會大聲的答 好 因為他很喜歡小孩 可能因為這樣子 他覺得 他慢慢的才覺得說 其實我真的在做一個 跟教育 跟他所想的 會不一樣 那一次表演完之後 回去看看他這樣子 在走那個樓梯的路上 你就會聽到他講電話 他就會想說 他最近要在表演 他就交很多小朋友 很可愛 什麼什麼 可是我一敲門 他門一打開 是我的時候 那個臉跟態度就不一樣 就裝一副沒事的樣子 聽得出他是開心 而且覺得 驕傲的 默默的看著 但是已經開始知道他支持了 因為他會跟我說 你跳舞要記得暖身 你暖身一定要做足 講的都比我還要專業這樣 後來就發現 其實他是支持的了 那一年過年的時候 然後我們兩個第一次 以父子的身份 喝了一杯酒 晚上媽媽已經睡了 然後兩個人在聊天 她跟我說 就是先以父親的身份來說的話 我覺得你已經讓我很驕傲 然後以朋友的身份來說的話 我很羨慕你 她覺得 人啊 就是在這世界上 只有很長一段時間 你都是跟你的工作為伍 你只有極少數的時間是 跟家人 跟朋友 然後做著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因為她從我小的時候看著我 跳舞 就是快樂的 然後我現在繼續跳舞 還可以賺錢 還可以得到掌聲 她覺得可以做著自己的 喜歡的一件事情 然後又可以讓別人獲得快樂 然後來讓自己過活 已經是一件超級幸福的事情 所以她打從心裡的覺得羨慕 我記得她也掉淚 我也掉淚了 因為她掉淚的原因是因為她告訴我說 那一兩年其實我傷他們很深 可是她覺得欣慰也是 這一兩年沒有讓我變壞 她們很擔心 那個時候還是覺得 跳舞 跳這種舞 跟吸毒 流氓 然後 不良少年 這會扯上別人 毒品 她們那個時候的印象就是這樣 所以 那一兩年完全是見不到我 她們就很擔心是不是我會走上那個 那條路 她很欣慰是沒有 你確定你要放棄你的夢想嗎 你不會後悔嗎 就如果那真的是你的夢想的話 你放棄不會後悔嗎 這是一輩子的事情 當你想要放棄的時候 試著問問自己 我放棄哪 看自己會有什麼反應 如果自己都點頭了 那你自己的那一關都過不了的話 你這件事情不可能成 所以聽自己的聲音 然後問自己 我該放棄嗎 我相信那個聲音會告訴你 你應該堅持下去 在一起 你自己的聲音會 讓你相信 你不是說 你會不會後悔的 你會不會後悔嗎 你會不會後悔的